好到這邊已經是大概就是幾乎所有的在關於Automation的編輯方式 大家應該都已經會了 而且我們只是利用了第一個工具 Point Tool 那各位一定很好奇 因為Logic Pro X提供了兩個Automation的工具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個 基本上呢當你選到這個Automation工具的時候 你做的事情跟剛剛我們使用第一個Point Tool的事情 大部分來說是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但是它稍微比較方便一點 譬如說我們選到Automation Select Tool 這個時候當我們要選取範圍的時候 我們可以不用按住Shift 我可以直接就可以選了 有沒有 就是比較方便一點點 好那譬如說我們剛剛是利用Option 去做第二個選取方式 這個時候我也可以利用Option 可是這個時候我不需要去針對節點 我只要點到這裡 它就可以選了 我就可以這樣選範圍 好還有一個 到這邊其實都跟剛剛講的介紹的編輯方式都差不多 那我們現在介紹稍微不一樣的 第一個是這樣 譬如說假設我現在 就是 這是因為這個工具是所謂的Select Tool 所以它 你會發現一件事就是 我如果現在是選這個工具 這個符號是有個小尾巴的嘛對不對 好我沒有辦法去做建立節點有沒有 所以它是所謂的選取的工具 好那目前來講 我要做什麼事情 我可以做 如果我選一個區塊 它會把這個區塊裡面的範圍 就是關於Automation的資料都選起來 這是跟剛剛一開始的Pointer 2 我是不一樣的 譬如說我這樣選是沒有用的有沒有 我再舉個例子 我做誇張一點好了 我這樣子 好 然後我回到Pointer 2的第一個工具 我點這邊是沒有用的有沒有 可是如果我現在選到的是 Automation的Select Tool 當我選到這個區塊 有沒有 它會把這個區塊裡面的 Automation資料 複製下 選取來 然後我 點住按住Option鍵 有沒有 我就可以去複製了 好 所以這個是跟剛剛第一個工具的差異性 好接下來要告訴各位 它有一個很好用的功能 譬如說我們看到這裡 它的選取方式 因為我們不用按住Shift鍵 我就可以選取 可是當我按住Shift鍵的時候 會發生一件事 我可以去 做不連續的選取 我就可以這樣做 這樣做的好處是 我可以 這樣各位就懂了吧 好 所以這個工具 有它好用的方式 那 所以 永遠都是看個人需求 然後你要知道 每個工具可以幹嘛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介紹 第二個工具 然後下一段影片見 我們要講一下 有一個很簡單的 然後再講到 一個小型的部分 然後再講一下 更加一句 那 been